在亞洲國家分別有不同的報告指出有兩成甚至到五成的比例的黃斑布病變 實質上是更深層的病變叫做多足性脈絡膜血管病變 這是個視網膜的黃斑布病變患者的照片 那我們看到在淺層的血管攝影的話 淺層的血管攝影這裡就有些顯眼鏡的滲漏 但事實上如果它加做一個深層的脈絡膜血管攝影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在它深層的下面是有一個結結性的病變 叫多足性脈絡膜血管病變 可以診視多足性脈絡膜血管病變 那除了打針之外應該要再加做光動力治療 患者會接受靜脈注射光感藥物 那經過15分鐘之後它會開始循環全身 那我們看到這個黃色光感藥物就開始佈滿整個視網膜 雷射光就從前面經過眼科醫師定位之後 照射這個病罩83秒 利用光感藥物被雷射光激發之後 產生的微小的血栓去塞住脈絡膜的多足性的病罩 抗血管性腎抗體加上光動力的藥物治療 可以達到八成的治癒 超過50歲以上的民眾 那每天大概真的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分開檢查自己的眼睛 然後觀察像阿姆斯人的方格子 然後發現有黑影或者是線條扭曲上浮或下沉的現象 當這些現象出現的時候 而且不會退去的時候 就趕快要到眼科的專業的檢查單位進入檢查